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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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前不久是在广东省 广东省的七个城市来邀请 我们一共举办了八场 那么有的观众就要提这样的问题 说为什么我要来听这样的论均四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 而且从早晨起来八点半开始 晚上六七点才结束这么长时间 据说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有的一千块钱一张 黄牛党炒票五千块钱一张 你看我们在武汉 那观众就要问呢 说我为什么要来听这个东西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人 这个是中宣部 全国精神文明办 全国复联共青团中央发出来的号召 这跟我这个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都讲什么 这么多人来报名 据说有的地方报名达到了两万多人 我们在广东来听会的观众 有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 为什么这些华语地区的人们也来听 大家很好奇 那么我们下边呢 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和介绍 比如说这次在广东 礼拜一星期一就要离婚的 已经都手续都办好了 那么听完论坛呢 三天的论坛到第二天 跟那个找到那个主委会 说不离婚了 还有是要跳珠江的 要自杀的 到后台贵宾室找到我们 说不跳了 要自杀的不死了 还有啊 一个小伙子大概十九岁吧 他的爸爸是个出租车司机 他们父子两个人呢 都来听这个汇报 听到第三天 听到第三天这个孩子上台啊 给他的爸爸磕头 磕头啊 为什么呢 当着大众啊 来忏悔 说我骗父母的钱呢 骗了四十万 骗了四十万 我今天才知道 害怕了 因为听了我们的汇报啊 他这个小伙子呀 谁的话都不听 打架斗欧啊 听了之后他到洗手间 站了半个小时 在那害怕 后来啊 上台给他爸爸磕头 忍罪 我们都有这个录像啊 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 所以有的观众啊 觉得很好奇 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为什么呢 现在啊 真正的啊 像胡主席 温总理所讲的 这么深的道理 传统文化 现在 懂得其中意思的人呢 不多了 因为讲的人啊 太少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恩呢 当地的主办方 我们的领导 华夏促进会 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 那听了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跟大家说 两句话 头一个 改变命运 真能改变命运 啊 你看 这次啊 如果有机会 大家能够听到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啊 他在街上是要饭的 他上台来啊 给大家 做汇报 那个教育了很多的人 他说六月三号 我的命运呢 发生了改变 我的同事啊 同样跟我是 这个原来一个单位 做技术工人的 现在人家是中央领导 我是要饭的 为什么呢 不懂得教育啊 被子女抛弃了 所以说 哎 我们真的看到 他讲 六月三号 我的命运呢 被改变了 他现在生活非常幸福 啊 真正是 街头啊 哎 你看武汉街头啊 少了一个乞丐老人 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上 又多了一个老师 所以命运 是可以改变的 啊 我们这里面 有的老师啊 要杀死自己的丈夫 自己多次要喝农药自杀 啊 那个 他明白了圣贤的教育 他就不再做这个事情 他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想 跟各位啊 在开场的时候啊 向大家啊 汇报一句话 今天我们看全世界 天灾人祸很多啊 啊 这个家庭的灾祸也很多啊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讲 这个并不可怕 啊 哎 并不是恐怖的事情 真正可怕 真正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我们今天的人们 不知道 灾难发生的根源 你说我这孩子老生病 没关系 治好了就行了吗 他要是老生病 你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他生病的根源 这是今天我们人呢 感到恐怖 感到啊 心里不安的 真正的原因 那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特别希望啊 各位观众 能够在四天的汇报当中 把它听下来 这四天啊 这四天真的能够改变命运 还有什么呢 叫趋吉 必凶啊 趋向于幸福 啊 吉祥 然后呢 避免凶灾啊 这是真的 那有的观众讲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哎 例子很多啊 我们的汇报老师啊 这个三十多人啊 三四十号人 那么给大家呢 在这个塑料袋里边呢 发了这个课程表 啊 还有这么一张纸 叫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那么这个课程表上啊 已经写的呀 非常详细了 啊 那么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啊 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啊 还没有啊 来到现场 我们介绍到谁呢 哎 就可以跟大家认识一下 啊 这个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啊 老总啊 他过去啊 真正叫吃喝嫖赌啊 哎 不做人事啊 那么现在呢 他 学了传统文化 他明白了 那些啊 真正是能够给他带来灾难的 所以说 他这个汇报 很多人说了 说你们这个汇报 当我赚钱的时间呢 啊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老师的汇报 我们可以听 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 营业额 一 这个一个月啊 啊 一个月的这个营业额啊 是200多万 那么现在呢 是1300多万 哎 那你说这个钱怎么来的呢 他告诉给大家啊 这个人呢 是来自唐山的王双丽王总 啊 他现在啊 应该还在路上 啊 那么还有 制作假广告的悲剧 你看看 这个老师啊 在电视里边 帮助我 卖假药 坑人 害人 最后啊 他跟他的女儿啊 你看他挣了100多万 很快呀 哎 赔的是倾家荡产 最后 父女两个人呢 连过年的时候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饿了一个多月 没有饭钱了 那这是来自安徽的呀 徐强老师 那么这一次呢 我还带来一个瓶子 给大家看 我们大家听啊 啊 我们这个声音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 这个玻璃皮里边装的是石头 啊 是石头 是什么石头 各位 这个 就是 结石啊 啊 胆结石 肾结石 胆管结石 哎 我们身体里边的 哎 长出来的那个结石 啊 我们 因为我是做记者的 啊 我就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我们人的身体啊 它是血肉之躯啊 最柔软的血和肉啊 那么请问大家 血和肉怎么能够变成石头 那你刚出生没这个东西啊 哎 现在为什么长出这个东西来了呢 所以我们有一堂汇报很难得啊 叫结石是怎么来的 这位老师啊 来自天津的农村啊 两次多少次要自杀 而且还要杀死自己的丈夫 他的身体里边呢 就有结石 他向我们汇报的这个标题啊 叫结石是怎么来的 来自天津的呀 哎 葛建利老师 我们欢迎他 不但我们今天呢 要告诉给大家啊 结石是怎么来的 我们还要告诉给大家 癌症是怎么来的 啊 那么 这些汇报啊 非常难得 啊 那么 我们看到啊 24岁的女大学生 啊 子宫切除了 卵巢切除了 躺在病床上 向我们讲述 24岁 癌症和死亡 离今天的人们并不遥远 那么请问了 哎 这些灾难是怎么来的呢 你到医院去问医生 现在啊 真正那个哎 最发达的西方的科学家 医生 你去问他 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癌症是怎么来的 他跟你讲很多原因 哎 真正的原因 医生说 现在还是未解之谜啊 那么 我们中华民族 古圣先贤 在经典里面啊 已经告诉给我们 人生病的原因啊 所以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看 皇帝内经啊 太素 朱病原侯论 这里面讲的太清楚了 跟 我们所学的 弟子规 所学的四书五经 所学的女界啊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说 大家今天就是丧失了 古圣先贤的教导 所以说 百病丛生啊 这一听 都明白了 哦 原来是这么 这么得的 对了 所以我们那个张华老师的汇报 啊 也很难得 啊 还有啊 这个 我们有一个老师 也非常难得 那么大连的观众啊 尤其要听 主办方跟我们讲啊 说大连的女强人很多 啊 我们这次呢 有一位啊 有一位老师 他真正是女强人 他是百领当中的金领 啊 他怎么样呢 他是国际注册会计师 国际注册会计师 就是你这个公司 要在纳斯达克上市啊 必须得有这个身份 这个资格的人签字 女的国际注册会计师 那就太少了 那个 博士啊 但是 他做了女强人呢 他很痛苦 他上台来啊 向我们来讲述 啊 他给他的孩子 给他的家庭啊 带来的灾祸 而且他找到了原因 这就是啊 来自四川的徐杰老师 徐杰老师 对 我们欢迎他 还有 我们 今天呢 在报纸上会看到 很多这样的新闻 是吧 我们这个论坛呢 举办到 啊 辅顺的时候 有一家人 主办方告诉我们 什么特点呢 儿子十四岁 要杀死自己的爸爸 爸爸要杀死自己的妈妈 爸爸要杀死太太 这一家人 一家三口 儿子杀爸爸 爸爸杀妈妈 这么一家人 哎 什么原因呢 大家听了之后 哎呀 真的是那个观众直拍大腿 终于明白了 我们常常看这种新闻呢 啊 夫妻之间仇杀的 啊 哎 子女要杀父母的什么原因呢 终于听明白了 啊 这一家人呢 现在正在火车上 赶往这个大连 他们从 我们都是从云南赶过来 所以呢 这个这个汇报 我们大家一定要听 标题叫 我们全家人活下来了 谁救的呢 弟子规 古圣先贤的教导 这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讲 哎 你们是不是把 哎 中华古圣先贤的这个教导 给神化了呢 大家呀 先 不要怀疑 四天的论坛 三天的论坛 您把它听下来 哎 把它听完了 听完了之后啊 我们再来 提问题 所以上一次我们在石家庄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啊 全国三十多家媒体 联合呀 对我们汇报团 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有个记者答问 啊 真的是这些记者 中央级的记者 啊 他们非常感慨 说古圣先贤的教导 我们这次看到了啊 真正的证明 他不是说 纸上写的文字 那是 过了多少年呢 都能够起作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真理呀 他是真理 所以有的观众啊 给我们举手提问 说什么年代了 哎 你还学 这个 弟子规啊 还学四书五经 还学这些老掉牙的东西 过时了 现在是有钱就有了一切啊 我们跟大家讲 他这个想法呀 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古圣先贤的这个教导 还有经典 包括像弟子规呀 哎 了凡四讯呢 所有的这些经典 我们告诉给大家 他里边 不是 孔老夫子 孟老夫子 发明创造了 不是他一拍脑门 想出来的 哎 说你们要孝顺父母啊 人跟人怎么相处啊 不是 不是他想出来 你像内经 皇帝内经 那也不是想出来的 是什么呢 是三千多年前 五千多年前 我们中华民族古圣先贤 就是我们的先祖啊 他们发现的 发现的 在自然界当中啊 人和人的自然规律 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自然规律 他是天生的 他不是谁发明 不是谁创造的 也就是说 自然规律 自然的秩序 真理 他不管你相信 还是不相信 他都存在 所以有人说 哎 弟子归啊 哎 太古老了 那么请问 太阳 比弟子归古老啊 他已经有上百亿年的历史了 他每天东方升起 西方落下 啊 你看他离地球远一点 我们就结冰了 离地球近一点点 我们就燃烧了 他永远在这个轨道 多长时间 上百亿年了 你能说他过时了吗 万古长新啊 这个我们才明白 自然规律 他绝对不是说过时了 可有可无的 你看我们这个呼吸 大家都疏忽掉了 听完我们的汇报 大家有机会啊 不要那么浮躁 我们找机会在家里边 安心静气 你跟你的孩子 家人 你做个实验 这个呼吸 人人的呼吸速度都一样 心跳的速度都一样 人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啊 天然就这个样子 这个速度 这个节奏 你看 他那个样子 都是自然的 这个东西不是谁发明 不是谁创造的 他是什么呢 他是被我们老祖宗啊 发现的 发现了之后啊 这是自然规律啊 就人跟人怎么相处 有自然规律 有真理啊 人跟自然怎么相处 也有真理啊 也有自然规律啊 人跟自己的内心 跟自己怎么相处 当然也有规律了 我们今天就是跟自己较劲的 跟自己过不去啊 所以 你才会生重病啊 那个节识怎么来 就这么来的 我们待会详细跟大家汇报 我们这才知道 今天的人们 这三种 关系都不会相处 所以 百病丛生啊 乱象就出来了 那你说这个规律在哪里呢 这个规律都在 弟子规 四十五经 辽寒四君 等等这些 古圣先贤的教导 流传了三千多年 五千多年 最早的时候是口耳相传啊 我们这才知道 感情这些书里边是自然规律 对呀 你看看我们打个比方 种地 种粮食 你肯定得按照二十四节气来呀 你治病肯定得按照皇帝内经来呀 你怎么生活 你看看皇帝内经里边讲 春天的时候 批发散衣 环步于庭啊 那人正常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啊 为什么呢 他跟天地自然运行的那个规律啊 像吻合 你说吻合有什么好处 吻合你就不生病啊 吻合你就没有灾祸呀 这个还不好吗 所以我们才知道 人为什么要学弟子规 刚才啊 我们听到人老讲 人老夫妇 他们合著了一本书 叫人人都学弟子规 这本书啊 我们在东北做汇报的时候 据说已经流传到了 中苏边界上去了 那个地方人都在看这个书啊 那么这个弟子规里面讲的 就是自然规律 绝对不是说孩子需要学 大人不需要学 哪一个人请问 哪一个人能逃脱得了自然规律呢 说我是在自然规律之外生活的 我们打个比方 问问今天的人 他会说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什么传统文化 什么伦理道德 你学他挣钱是第一位的 他说一句什么话 信则有 不信则无啊 好 我们做个实验 去问一个盲人 他没有见过太阳 他不相信有太阳 不相信有自然规律 你请问他 你说你不相信 难道太阳就不存在了吗 难道这个太阳就不出生了吗 难道太阳就不照耀你了吗 各位观众啊 自然规律 不管你相信他 还是不相信他 他照样存在呀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啊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之就是自然规律 你随顺 大自然的规律 你就昌盛 繁荣 违背了他 违背了他 逆之者亡啊 这是真的呀 所以说自然规律 你懂吗 我们不懂了 不了解了 不了解怎么样呢 哎 我们这个灾祸呀 真的 哎 有根源的 你看 我们有这个来自唐山的一对夫妇 啊 于航于总 他们讲的情人害人啊 现在人喜欢找情人啊 哎 觉得这是人间享受啊 西方价值观啊 这个你说有了钱干什么呢 找 好 一个情人 你看看 他们夫妇两个人上台做汇报 那真是啊 声泪俱下呀 可了不得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人们呢 哎 他找情人 你看到他在那享受的样子 你没有看到他受罪的样子 哎 所以说你没有看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啊 你只是看到了一点的 我们给大家打个比方 各位观众啊 请往台上看 啊 你看台上啊 这些鲜花 主办方啊 都很热情 啊 哎 这个都很 我们很感恩呢 摆了这么多的鲜花啊 非常庄严 啊 我们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 这些鲜花 全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 这些东西全是灾难 打个比方 我们来看啊 你看这个花 很好看啊 哎 非常的新鲜啊 鲜艳啊 闻一闻 很香 很好啊 哎 人人都羡慕啊 想不想要 很想要 人人都想要啊 怎么来的呢 拿茧子一刀 从别人的树上剪下来的 哎 那他为什么是灾难呢 三天四天 我们各位观众 啊 可以现场做证明啊 哎 三四天之后 全部都枯萎了 我们拿起来之后 一看着花瓣直接往下掉啊 那为什么呀 他为什么三四天就枯萎了 各位观众 我们注意看啊 他没有根啊 他没有根啊 哎 我们大家要把这个事情 要把这个事情 要是搞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才知道啊 你今天的幸福 啊 你说我有情人 你那个情人就是这个 哎 你跟情人在一起啊 所享受的生活呀 就像这朵花一样 三天的快乐呀 三天之后就是灾难了 那你的钱怎么来的 你的房子怎么来的 你的车怎么来的 你说不是好来的吗 那个朋友私下跟我们讲 我是真不是好来的 对了 哎 所以古圣仙贴交给我们 钱财分为两种 啊 一种是什么呢 叫极财 啊 吉祥的 什么叫吉祥呢 就是符合伦理道德 啊 符合 合情 合理 合法的 那叫 吉祥的 钱财 啊 反过来 凶财呀 凶财呀 不是好来的那个钱啊 那个钱财 古圣仙贴交给我们呢 凶入 凶出啊 啊 也就是说 你今天得到了 你在那数钱 在家里边 你看老公也好 太太也好 哎 在那个地方很高兴 你看我们家真能赚钱 孩子也能赚钱 对了 你在那数的时候 你不知道啊 你挺高兴啊 你哪里知道 这个钱财里边 他藏着 凶财呀 哎 那是凶财呀 要不得呀 今天的人们 不懂得这些规律了 凡是钱呢 他 他都 他都喜欢的 他都尽可能的 来往自己这儿拿呀 你就不知道 你争的越多呀 争来的都是灾祸呀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了 他不是你自己长出来的 你看人家这个苹果好 人家这个桃子好 请问 哪一个桃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哪一个桃子不是从自己这棵树上 长出来的呢 这个是真理呀 你那个钱怎么来的 不是你自己挣来的 是怎么样的呢 一剪的 从别的地方 哎 争来的 这个东西 三天呢 我讲三天是什么意思呢 留不住啊 所以古人讲 富不过三代 今天的人呢 比古人糊涂多了 什么坏事都敢做呀 他就不是富不过三代 他是富不过三年 三个月 三天 为什么有的人今天买车 明天的车就丢了 房子不是好来的 凶宅呀 车不是好来的 凶车呀 凶踩一个意思啊 我们大家把这个听明白了 有人也害怕 但是他不敢相信 跟各位讲 四天的汇报 你把它都听下来了 你什么都明白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才明白 对了 真的是这样 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你不相信他照样存在 为什么呢 自然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我们这些汇报的老师啊 真正 都是亲身经历啊 你看我们有一个老师 沈阳呢 挣了一千多万 拿什么挣的呢 假的汽车配件 做假汽车配件 最后怎么样呢 他那个汇报叫什么呢 叫一场大火烧掉了凶踩啊 那个汇报 真的是教育了很多很多的人 还有 我们呢 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来自偏僻的农村 吉林省的 他把自己的老奶奶83岁赶出家门啊 老奶奶半年之后去世了 所谓中国老话 你不孝养父母天理不容啊 有人说天理不容 这都是吓唬人的 对 你不相信 你就听他的汇报 真的是啊 我们都不相信 他是有名有姓 他住的那个农村呢 他乡政府啊 给他们家拨款啊 真的是知道他们家这个灾难啊 哎 为什么呢 你看他 不孝顺 长辈 最后 那个天上啊 乌云滚滚 突然之间呢 咔嚓 哎 一个响雷啊 各位观众啊 欲知后事如何 哎 且听他的分解 是吧 张鸿祥老师 你看 我们 这次啊 这次我们到 广东去 到广东 有一个男的 五十多岁 我们这个汇报团老师 刚一到宾馆 啊 这个老师啊 站在门口 他是个企业老总 企业老总 泪流满面 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终于见到你们了 我们也不认识他 啊 然后呢 他就给我 给我们讲 他是亲手啊 把 四十多万 送给 骗子 欺骗他钱的人呢 亲手送过去了 然后 又送了一百多万 哎 最后 十二年 他不回家 他千里追杀呀 千里追杀呀 要追杀这几个骗子呀 最后他遇到了 传统文化 遇到弟子规 遇到 自然规律 他明白了 这个时候啊 他突然也得到了啊 得到什么呢 得到了十二年前 骗他钱的这些骗子的呀 消息了 下落了 太知道了 这个人 张总啊 啊 左手拿着弟子规呀 右手拿着杀人的钢刀啊 你说他怎么办 啊 也是刚才那句话啊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他的分解 这是张兰祥老师 那我们也欢迎他 还有啊 来自深圳的一位老师 他是重症的糖尿病患者 三十多岁呀 哎 他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真正人生正常的生活都没法做 没有办法生活了啊 那么他遇到了传统文化 这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上台来啊 真的是向他的妈妈忏悔 向所有人忏悔 尤其是我们讲 天地有好生之德呀 哎 他怎么样 过去残杀这些动物啊 残杀动物啊 他开舌管啊 哎 开这些野味馆啊 开这些什么杀鱼杀虾 这个这些餐馆啊 所以他给我们看呢 他说你看看 这个胳膊上啊 就像蛇皮一样啊 哎 我们能够看到 他所讲的也是声泪俱下呀 天地有好生之德 这是自然规律呀 所以他后来在医院的配合下 糖尿病能够啊 现在不吃药了 哎 怎么能做到的呢 这个里面呢 有太深的道理了 啊 所以我们欢迎来自深圳的赵邦恒 赵总 哎 他在现场 这都是实例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一直啊 跟大家所介绍的 那这个中央党校啊 哎 人老 他有一堂啊 重要的报告 那么各位观众一定要听 你听明白之后啊 你就真正的明白了 这个东西啊 对我们这个国家 对我们的民族啊 哎 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再一次啊 哎 欢迎啊 人老 感恩啊 人老 人老夫妇 好 哎 老人家84岁了 啊 一直啊 对 好 请坐 我们 汇报团呢 有一家人 他们家的资产四个亿 啊 四个亿 这个 丈夫的汇报啊 叫我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的 你看我们今天的人呢 学什么呢 哎 学西方的经营术管理术 啊 学谈判 学营销术 你所学的这些东西啊 哎 这个张选张总 他都不会 但是怎么样呢 他是山西啊 农村过来的 他夫妇两个人 骑着自行车 骑着三轮车 现在呢 经过多少年奋斗 人家家产四个亿 你很奇怪啊 你说 你说我的学历比他高啊 怎么赚钱 我懂啊 那为什么 人家有四个亿 你还负债呢 你不太没钱 还负债呢 他上台给大家讲 我是怎样成为啊 亿万富翁的 他的太太的汇报啊 古大嫂 讲什么呢 我是怎样做亿万富翁的太太的 啊 他有一个重要的生活原则 叫什么呢 四项基本原则 古大嫂怎么对太太 古大嫂怎么对丈夫 怎么做太太 他对丈夫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逆来顺收 坚决不离婚啊 哎 很多人对 你看 我们的观众啊 给他鼓掌 据说有的城市的妇联主席啊 反对 说你这是气牙妇女 啊 你怎么能够啊 对丈夫 什么打不还口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逆来顺受 坚决不离婚 你这不是气牙妇女吗 哎呀 误会了啊 错了 我们不但 希望 太太这样 丈夫也要这样 那为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讲 你不是 打不过丈夫 骂不过丈夫 你不是怕她 阿Q精神 要说咱们打不过她 心里恨死她 骂她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对丈夫还要这么做呢 跟大家讲 不是 恨她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爱她 你爱你的丈夫 你才能够做到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逆来顺受 坚决不离婚啊 那是有大智慧的人呐 哎 没有智慧的人才怎么样呢 雅自必报啊 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跟你对着干 你骂我一句 骂你十句 错了 你说怎么错了呢 我们听听 有一家人 那就是这么做的 是吧 他们怎么做呢 你骂我一句 我骂你十句 夫妻两个人 今天都在学这个 学这个斗争啊 最后怎么样呢 这一家人来自黑龙江省 啊 鸡西市 他们一家人呢 儿子拿着菜刀啊 要砍妈妈 啊 爸爸和儿子打的 哎 满脸是血啊 最后一家人 四十多岁啊 要怎么样 煤气挂宁开 要同归于尽 要全家自杀啊 这叫灭门啊 什么原则 让他 什么原因 让他导致这样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骂我一句 骂你十句 今天 做夫妻的 都是这么做呀 你看那个 做父母的 也这么娇啊 哎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找妈妈来 妈妈给你 给你 给你 给你那个 做主 你看看 我们都在教这个 教什么呢 教对立 教竞争 教怨恨 违背什么 违背弟子规啊 弟子规教我们什么呢 做人的规律 教什么呢 恩欲报 怨欲忘啊 你的怨恨早点忘了呀 哎 这不要老是天天在这 哎 对立战争 所以这一家人 今天呢 也从黑龙江集西 赶过来了 给大家证明啊 他们不自杀了 哎 能够活下来 什么原因呢 我们听他的汇报 就听明白了 啊 这个是来自啊 吉西的啊 扇洪波全家 我们欢迎他们 啊 还有啊 我们今天的人们啊 怎么样呢 他看到别人呢 吃得好 穿得好 那住的大房子 哎 他怎么样 他羡慕啊 嫉妒啊 没有钱 怎么办呢 没有钱 我向爸爸妈妈借钱 爸爸没有 妈妈没有 我向朋友借 我向银行借 借钱享受啊 你看看 借钱享受 人都不会做了 他完全违背自然规律了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他不是自己开花结果 他怎么样呢 他到处去采摘呀 就像眼前的这些花是一样的 都不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是怎么样呢 哎 插上去的 这叫什么呢 有的那个媒体讲 假繁荣啊 你家里边那个繁荣是假的 你那个幸福是虚假的 为什么呢 三天啊 三天之后 你不活了 人生不是就三天啊 三天之后怎么办呢 灾难怎么办呢 所以说 王雪莲老师 他这个汇报叫什么呢 借钱享受 带来的灾祸呀 他真的是 借钱买了个大房子 然后怎么样 八年还债呀 天天醒了一睁眼 俩字还债呀 最后他的孩子跟他说 妈妈 我想吃西瓜 他说西瓜不甜啊 泪流满面 为什么呢 家里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 你说说 我们才明白 所谓西方的一些价值观 那些糟粕 你把它学来了之后啊 哎 你的这个灾难 那就开始了 什么是灾难的根源呢 我们跟大家一讲 我们就明白 就了解了 还有啊 苏丹红的故事 炒菜做饭 我们看到很多餐馆里啊 那个色香味啊 非常的好看 非常好吃 你不知道那里边有啊 做鞋油的啊 化工用品 苏丹红啊 哎 这个 哎 洪永华老师 他的汇报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教育人 还有 有一对啊 兄弟 康氏兄弟 从刑场上走下来的 马上要挨一枪啊 枪毙了 他怎么样呢 他们上台来讲 哎 是怎么 用传统文化 改变自己的一生的 现在他们到监狱里边 给三千多人 会 三千多犯人汇报啊 那个犯人听了之后啊 无比感动啊 真的是 饭都忘了吃了 哎呀 这个 真正是 难得的法治科 大家没有听到过 说从刑场上下来 那 那是什么原因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要挨那一枪 非常教育人 康金胜 康金利老师 我们欢迎他们 这个 弟子规能够改变呢 禽兽不如的人 你看这个人呢 拿刀捅父亲 打骂自己的父母啊 卖假药啊 凶灾连连啊 那么他的老妈妈 上台来一同啊 母子二人呢 来向大家讲 讲什么呢 讲 不懂教育 不会做父母 你的孩子 所受到的 种种的灾难 这是来自 辽宁的 辅舍 魏老妈妈 我们也欢迎他 好 还有啊 就是我在这个中央电视台 我有一个同事 叫杨芳 他的会炮啊 叫母鸡打鸣的故事 女强人呢 也是这个呀 那么怎么样了呢 他给我们讲 违背自然规律 女人你不会做了 人不会做了 哎呀 他生病 灾祸 全都出现 他的丈夫 被他欺压的 那个程度 我们听了之后 真正是 叹为观止 还有一个老师 也是个女老师 啊 这个 孙力宏老师 他给我们讲 一个情人 让你能够啊 达到天翻地覆 那三个情人怎么样了 他给我们的汇报的标题叫 三个情人 带给我什么 还有来自 辽宁的科技大学 宋明英老师 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给我们讲 傲慢 对人 最大最大的伤害 所以他那个标题叫什么呢 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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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们讲了 他的事业 他的仕途 啊 为什么不能往前走 他为什么走到了死路一条 我们听了之后 很受教育啊 还有 不能再卖有毒的蔬菜 不能再卖腐烂的猪肉 啊 这两位老师啊 徐清源老师 啊 罗光生老师 告诉给我们 我们大家吃的那个火腿肠 我们在饭店里吃的羊肉片 哎 我们吃的这些东西 哎 都是怎么来的 有很多很多 真的是 我们想都想不到 啊 还有啊 来自山西地税局的啊 局长啊 张瑞局长 告诉我们 你要是逃税 那个下场 非常的悲惨 那 啊 还有 我们 听到啊 很多人啊 都在 都在讲啊 说现在啊 这个找情人是很正常的 哎 我们有这个老师 啊 上台给大家汇报 叫什么呢 母女不能相认啊 哎 自己亲生的孩子 都不能够叫妈妈啊 不能够叫女儿 什么原因呢 色情泛滥啊 啊 还有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 像汉娇老师 他要告诉我们 不学传统文化 他这一生的种种的遭遇 啊 这些全都是有原因的 啊 还有啊 来自啊 叶总会的 我们讲 啊 三培小姐 古代 叫妓女啊 这样的人 上台来 声泪俱下 告诉给今天的人们 你绝对 尤其年轻的女孩子 不能好吃懒做呀 哎 你到了这些 什么夜总会 我们看到那些新闻呢 报道啊 从夜总会里查出来的三培小姐 五百多呀 很多还是大学生 为什么呢 哎 好吃懒做呀 最后怎么样呢 那是火坑啊 你离开了 你离开了 啊 这个地方 你想得到钱财 你根本得不到啊 你得到的是一身的疾病啊 和无尽的灾难啊 所以真正能够教育人的 啊 确实是啊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古圣先贤的教导 如果要是不懂得 哎 多少人你眼看着他往下跳啊 你做父母的知道你的孩子在做这个事情吗 你不知道啊 还有什么呢 有一家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啊 这个 他们家呢 怎么教育孩子的呢 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听啊 哎 最后那个妈妈是给自己的孩子跪下来了 跪下来说什么呢 说你不要再看电视了 你是要电视还是要妈妈 各位观众 这个孩子就跟妈妈说了一句话 说我要电视 我不要你 你跟爸爸你们早点死吧 这个房子是我的了 哎 我就能够尽情的享受了 那个时候 他的女儿多大呢 十四岁呀 哎 他是全国作文比赛第二名啊 才女啊 十四岁 跟自己的妈妈就说这种话 你们去死吧 我们大家一定要听他们全家的那个汇报啊 那个真正是 不懂教育啊 害了孩子啊 我们今天大家真的不了解 你说我把心都给孩子了 所有的心血都给了他 他为什么反过头来还骂我 四天的汇报 我们大家听下来全都明白了 还有一堂重要的汇报啊 大家呢 一定要听 是什么呢 色情泛滥 对现代人的这个伤害 今天很多人呢 他对这些东西啊 无所谓 怎么怎么讲呢 你看看 现在这些啊 所谓声色场所在全世界很多呀 我们在这儿告诉大家 论坛的第四天下午 我们有一个专场 告诉给各位 就是色情泛滥 对人的伤害 我们简单的讲三种 头一个 糖尿病啊 糖尿病原因很多其中之一 就是色情泛滥 你纵欲啊 放纵你的欲望啊 第二个 中风和偏瘫呢 口外眼鞋 轮椅上推出来的 白发苍苍 那个父母把孩子推了 35岁 35岁董事长 后半生 要在轮椅上度过 为什么呢 找情人的 找小姐 他纵欲啊 最后 完了 话都不会说了 第三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坏居 手和脚烂掉了 烂掉之后啊 这个在中医讲叫坏居 到了医院 要把它切掉 切除啊 手脚都锯掉啊 什么原因呢 纵欲啊 我们大家 这才知道 哎呀 可了不得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了 我们就是没人给大家汇报 没人给 没人 没人去学呀 哎 你才知道 原来种种的疾病 载货 都有根源呢 还有 90后的坏女孩 19岁 牛文荣同学 在家里 打爹骂娘啊 学校里打老师啊 抽烟喝酒啊 最后都差吸毒了 这么一个孩子 能不能教好 能教好 你看一年之后啊 他现在变成 传统文化义工了 啊 也在现场 我们认识一下 给大家看看 来 小姑娘 对 牛文荣同学 还有一个呀 我被13所学校开除 啊 这个小伙子呀 今年22岁 到医院呢 检查 他的身体呀 相当于60岁的 什么原因呢 在网吧里待了6年 天天上网啊 不给父母打一个电话呀 他跟电影里面学什么呢 学黑社会 哎 一百块钱一张的 钞票 拿出来 七张啊 七百块钱啊 打火机一点 把他点着了之后 干嘛呢 点烟抽啊 哎 他给父母一分钱不计呀 真是畜生啊 被13所学校开除 你说这样的人 能不能救好 也能救好 现在在全国各地 每到一个地方 都被当地的学校 请过去 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听了之后落泪呀 现场的观众落泪呀 教育了很多人呢 都是几千名 五千多名学生听啊 哎 真的是 老师们一听 哎呀 今天的孩子们 看到他 就有希望了 为什么呢 这么差的学生 这么坏的孩子 他都能得救啊 都能救好啊 他现在做了一年的义工了 他一辈子都要做义工啊 他的妈妈 真的是跪下来 给我们磕头 说感恩啊 真的是没有 圣贤的教育 没有弟子归啊 我的孩子就死路一条 也是打架斗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 所看到的大屏幕 我们放的音乐 都刚才放的国歌 都是他放的 他是义工啊 胡斌同学 我们认识一下 这些例子呀 你看很多的家长 千里迢迢啊 坐着火车来到大连 为什么呢 就是想听听这些家庭啊 这些老师们的汇报 啊 我不知道我刚才都讲全了没有 反正我们老师很多 哎 下 有很多人问呢 说你们这个汇报团很有特点的 对呀 我们这个汇报团里边呢 你看刚才跟大家讲了 有得癌症的 有不孝顺父母的 有要自杀的 有打架斗 有黑社会的 有要枪毙的 有是这个 还有一个收病人红包的 那个张医生 这些啊 各种各样 我们这些都有 但是怎么样呢 他们都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改变了 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对于大众啊 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跟大家讲 好处就是在建立大家 啊 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让大家知道 弟子规管用 能救你 能够改变你 让大家知道 古圣先贤所讲的 那个自然规律啊 真的是 能够给我们带来和谐 这么坏的人 这么差的人 这么危险的人 都能够得到啊 帮助 都能够得到改变 没有比这个在实用 在管用的了 你看我们这里边讲道理 我们这里边有实力 我们这里边也讲科学啊 哎 那是最高级的科学啊 所以 那么在这个介绍的最后啊 我再向大家啊 做一个自我介绍 这是主办方特别要求的 那么 我在94年呢 是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啊 第一代主持人 像大家熟悉的 白燕松啊 王志啊 我们都是啊 东方之子的主持人 那么再到后来呢 我是经济半小时的 总主持人 王小鸭 赵鹤 我们都是同事 再到后来呢 我是做制片人 那么在四年前 我就开始啊 接触到了传统文化 我就开始做义工了 那么义工 大家知道啊 他是这个社会上啊 没有地位的 没有任何报酬的 这么一个身份 这么一项工作 我做了四年多了 这四年多来呢 我们主要是啊 以保护动物 保护环境 帮助病人 还有啊 就是推行社会教育 弘扬传统文化呀 为主要的内容 那么四年多来 没有任何的收入 我还把自己的很多 这个过去的积蓄啊 都捐赠出去了 那么这个手机啊 大家通过大屏幕 能够看得到 电器公司打折 你花58块钱买个号 一块钱是送你一个手机 这一块钱的手机 我用了四年了 四年 我说我的手机一块钱 我家里穿的这个布鞋啊 穿的布鞋啊 八块钱 八块钱的布鞋 一块钱的手机 我生活了四年了 那么四年来呢 生活的很好 啊 而且呢 很多我过去的朋友 啊 富翁啊 亿万富翁 还有明星的朋友 他们都来找我 很多 做什么呢 就说事情 说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们家里有癌症患者 我们家的孩子要跳楼自杀 我们夫妇要离婚 我们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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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第一个 你有没有先反省 啊 你们不学传统文化 看不起这个东西 看不起我们做义工的 我说你看 我现在没有任何报酬 啊 我是个穷光蛋呢 我做穷光蛋做了四年了 我说你这个亿万富翁 你这个大明星来找我 你比我有钱多了 你这个有钱的来向我这个没钱的来求救 这本身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钱不管用啊 我说你想明白没有啊 你现在 那有的观众啊 有的观众就跟我抬杠 钱不管用 钱不管用 你没钱你能吃得了饭吗 我们不是让大家不赚钱 你该赚钱 该正常生活 你都正常生活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你不能去争钱 你不能去抢 不能去骗 不能怎么样呢 不能够更快更高更强的 去赚钱 此话怎讲呢 我在前年 前年有一次啊 美国一个电视台啊 对我有个采访 是个美国记者 这个美国记者采访我问了一个问题 说今天全世界 所有的人们 都信奉我们美国 我们西方的价值观 他很自豪啊 他说 我说你们价值观什么 他说 更快更高更强 他这是我们的价值观 啊 我们要挣更多的钱 你看我们今天企业家都在讲 利益最大化 什么叫最大化 就是哎呀 你挣一百个亿还不够 还要更大 更快 更高更强 讲这个 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价值观 他说 你们东方的文明啊 已经落后了 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们 如果是学术交流啊 我说 你可以做一个试验 啊 什么试验呢 我说你这个价值观呢 是违背人性 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说 你能不能证明呢 我说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 放在脉搏上 放在你的脉搏上 请问你 我就问那个美国记者 你能不能够啊 哎 让你的心跳和脉搏呀 更快 更高 更强 你说我一分钟七十下 不行 我要跳三百下 七百下 能不能这样呢 他就在那笑起来了 他说那当然不会了 我说对 整个自然界的一切 大家注意看 我们在城市生活太久了 我们到 真正的自然当中去 这次我们从云南这个雪山归来呀 我们很受教育 很受教育什么呢 你仔细观察自然界的一切 人也是自然一分子啊 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没有任何东西啊 他运动 他运动和生长的速度啊 对吧 他是更快 更高 更强 他都很缓慢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花吧 这个花 他今天是这个样子 明天你看他还是这个样子 他生长的速度 你发现不了 他很缓慢 人的心跳 人的呼吸 他都是自然的 他跟周围的一切 怎么样呢 和谐的 吻合的 西方人不是啊 西方人是什么呢 是更快啊 我要 我要 我要把这个速度改变 他把自然的速度 自然的节奏 这一破坏了 那个灾难就来了 那个美国记者 他不相信呢 我说我 给你举一个例子 是你们呢 英国科学家提供的证据 英国科学家证明 人类在跑百米的时候 百米比赛啊 跑百米的时候 他的极限 人的承受的极限呢 是9.13秒 超过了啊 9.13秒 超过了9.13秒 怎么样呢 人的心脏啊 会爆死 动脉会破裂 肌肉啊 会断裂 这个人呢 就死了 就爆死了 啊 什么原因呢 身体承受不了 我说这是你们提供 西方科学家提供的证据 现在在报纸上 杂志上都看得到 我说你们天天 我看到电视里面呢 在你们这些美国运动员 在拼命的跑啊 跑百米啊 你跑9秒18 我跑9秒15 我超过你 对 更快更高更强吗 给他发奖金 给他带鲜花来 表彰他 表扬他 要更快 我说那下一个 那要是超过9秒15 9秒14 不就到9秒13了吗 到了9秒13 这运动员到了现场 他不就死了吗 我说我就老 我做记者的 我就老问一个问题 你们跑这么快 要干什么呀 你们往哪跑啊 你们想过没有啊 大家想一想 这有道理啊 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学过一个成语四个字 讽刺什么呢 也是教育 也是提醒啊 人怎么样呢 人不能够更快更高更强 要符合自然的速度啊 自然的节奏啊 自然的规律啊 你看看到人家庄稼长得太快了 长得很好 这个人呢 他很羡慕啊 就像我们今天人一样 他长得这么好 我要得到 你怎么得到呢 你看这个人 回去他把自己的麦苗啊 都给拔起来了 第二天灾难出现了 他的麦苗全部都枯死了 都死掉了 为什么呢 拔苗助长啊 老祖宗五千年前就告诉我们啊 他有他自己的生长速度 你不能破坏他呀 你说你讲的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跟大家讲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的财富 你的幸福 你人生的事业的发达 包括你说我想当大官 我想住大房子 这一切的福报 跟大家讲 中国老话叫福报啊 福记啊 他到来呀 都有他的时间和速度 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啊 你不要破坏啊 李嘉诚到三十岁的时候 他也不是个亿万富翁 他还是个业务员呢 我们今天怎么样 太着急了 为什么太着急 贪心呢 太贪了 贪婪无厌呢 贪婪无厌的表现 更快更高更强啊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 不管伦理道德 不管国家法律 不管人情势力 只要是能得到这个 你说等到他长出来 太慢了 我现在你看人家三十多岁 当那么大的官 挣那么多钱 今天人都是这个想法啊 你看他二十多岁 开着好车 大家在那羡慕啊 电视也在教这个 都在羡慕这个呀 所以你怎么样 你就着急啊 我与其自己长呢 不行啊 我还是咔嚓一剪子 把它弄过来吧 哎 你看看我家里都是这个 你家里都是这个 都是灾难 为什么呢 三天呢 没有根啊 没有根啊 也就是说 你那些福报 享受 不是好来的 它不符合自然规律 什么是自然规律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句话 就好懂 大学里边讲 德者本业 财者墨业 财富 说我们这个论坛 能够给大家带来 什么好处呢 四种 头一个 财富 你绝对能挣得到钱 你看我们下边 那个企业家 他资产一个亿 余航余总 他办论坛呢 参加论坛呢 他在企业市老总啊 做了一年了 最近几个月啊 突然之间 一个大订单找到他来了 那个订单是追着他走 多少钱呢 大家 猜不到 七个亿啊 七个亿的订单呢 河北一个订单找到 那个市里边领导就追着他 你快点来做 你看 所以我们才知道 财富怎么来 他有根源呢 他有根呢 你没有根 你光羡慕 你要知道 我们台上大家看到 这么大的字 写在台上 那不是口号啊 社会和谐 我们大家看到了 我们不要说 那么那么我们说具体的 大连和谐 辽宁和谐 那不是社会和谐啊 他就像自然街 我们看到的一个大苹果 一个大桃子 你说他是个葡萄 葡萄也可以 很小的东西都可以 你把它打开 里面藏着什么呢 里面藏着自然规律 什么自然规律 里面有个种子啊 种子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往前看 他的前面是什么 家庭和谐啊 社会和谐 是结果啊 是结果啊 所以你看这个花 这个花 它就是 它就是有答案 藏在里面的 这个花为什么长得好啊 你凑近了仔细看 这个上面有花粉呢 那个花粉就是种子啊 我们再往前看 身心和谐啊 什么意思呢 家里边的每一个成员 身心都和谐 身和谐不生病 心和谐 心里没有痛苦啊 这个话 胡主席 温总理刚才都讲到了 所以科学发展观 也是建立在 五千年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有人就讲了 这不是胡主席讲 温总理讲 不但是他们讲 也是五千年前 我们古圣先贤讲的 自然规律啊 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看 要想天下太平 天下平啊 那个平是公平啊 太平啊 要想天下平 必须怎么样 国治 这个地区啊 这个国家啊 它不乱 它是治的 国治 国治是种子 天下平啊 天下太平啊 那是结果 家祺是结果 什么是种子 修身 修身是种子 所以自天自义 之于庶人 亦是以修身为本 我们这才知道 哎呦 这个东西啊 跟自己有关系 有太深的关系了 所以 有人就讲了 说 什么叫道德 你看 我们说 做有道德的人 这个东西 好像是被 被抛弃了很多年 现在是钱 是名 是利 道德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简单 给大家汇报 在古代 道指的是什么呢 自然规律 运行的法则 秩序和真理 德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自然规律 去待人接物 去生活 去工作 去赚钱 去走这一生 这叫什么 这叫德 道德 两个字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 就明白了 感情 按照自然规律 去生活 这就叫 有道德的人 对了 谁能够 例外呢 另外 我们再问大家 今天全世界 我们来看 在人类 有没有最伟大 最科学 最圆满 最究竟的 科学 有没有 有啊 是什么呢 就是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 它最圆满 最伟大 最究竟 最彻底 真的呀 自然规律之外 不可能还有什么科学 都包括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这才听明白 胡主席所讲的 科学发展观 什么意思呢 人人都要发展 哪个单位 每个家庭 都要进步 他以什么 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作为观念呢 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最伟大的 最圆满的 就是自然规律 就是道德 这个我们才知道 科学的发展观 的意思就是 道德的发展观 符合自然规律的发展观 这有什么不好呢 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所以有人说 你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 给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呢 来说明一下 自然规律 我在这个地方 向大家 汇报一个词 我们所有这些 汇报的这些内容 全都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都是古圣先贤的教导 他们不在了 孔老夫子 孟老夫子 他们都不在了 我们出来讲 我们给大家汇报 讲的内容都是他们的 真理 自然规律 我们大家要记得一个词 特别重要的一个词 什么词呢 叫感召 感召 感呢 是感觉 有感觉 两个人谈恋爱 一见面有感觉 一见钟情 他心里有感觉 招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召开一个大会 圣辉 招啊 就是把人都招来 所以我们平时老说 招感 感召来 就是这个意思 感召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讲 这个词 它是出自于 一部重要的经典 叫周易 也叫易经 这个易经里边 讲了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通俗的来说 就是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这是真理 这是自然规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善的和善的呀 他在一起 饿的和饿的呀 他凑在一起 你要不相信 我们下边呢 就给大家呀 重点呢 讲讲 你一听 哦 是这么回事 听明白了 你看这个人呢 咱们打个比方 说咱们这有个聚会 咱们这有个聚会 我呢 珠光宝气 我是一个贵妇人的样子 我坐在这个地方 人群里面 那个种地的农民 农妇啊 他肯定不往我边上坐 这不是一类吗 他不好意思 话又说回来 我是一个 这个穿得很破烂的 那地位很低贱的 这么一个人 坐在这里 这个聚会 那么 那个 有钱人呢 他不往我边上坐 很少 我们看这是自然规律 善的 一类的 他和一类的 同类的 他往一起凑 你再打个比方 大家回家之后啊 把你们的通讯录 打开看看 你就发现什么呢 你说我爱发脾气啊 我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 好多也爱发脾气啊 那为什么呢 感召 他看到你就有感觉 你说我在人群里啊 我我就是个爱说 说闲话的人 我特别喜欢说人家坏话 人群里面那个爱说闲话 爱说坏话的人 看到你就有感觉 为什么呢 你说这话他都感兴趣啊 这是真的吗 还有啊 你看 这个正人君子往这一坐 那个恶人呢 那个坏人呢 那个小人看到他 没感觉 无论是你说的话 还是那个表情 还是那个穿戴啊 那个那个坏人 那个那个小人看到君子 他没感觉 君子看到小人也没感觉 所以君子跟君子在一起 小人跟小人在一起 这是真的 我们在监狱里面看到 有的人呢 就怨恨 怨恨什么呢 说这几个 说这几个王八蛋 可把我害惨了 他们被抓到监狱 判了六年呢 非得让我帮着来办这件事 结果一下翻车了吧 被警察抓着了吧 抓着之后一下判六年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非得让我一块来跟他们 来干这个坏事 他的怨恨对不对 他的怨恨不对啊 为什么呢 他不懂得感召的道理啊 哎 我就去问过这个人呢 我做记者的时候 我就去问过这个人呢 我说你 你不要怨恨别人呢 他说为什么呢 他就咱们几个人 把我害的呀 我说你看 人家那几个人 也进监狱了 也判了六年 他们要做一件坏事 要做一件坏事 他为什么会来找你 他就愣在那 他说为什么找我呀 我说你看 他要办一件坏事 他肯定要找一个 能把坏事办成的人啊 对吧 你呢 我说你看你这个样子 说的话 穿着衣服 贼眉鼠眼那样 看着就像能把那坏事 办成的人 人家一看 对 就是这个家伙 咱们去找他吧 你看 坏事也好 坏人也好 他都找你来了 什么原因呢 你是坏人吗 你能怪别人吗 我们大家 这才听明白呀 这才听明白 感情 坏事 坏人 他找我来 什么原因呢 我的原因呢 跟别人没关系 他怎么不去找别人呢 他怎么不去找那个正人君子呢 没感觉吗 一看他怎么能把这个骗人的事干成呢 你就像能把坏事干成的人 你是坏人吗 所以你进监狱是很正常的吗 这个我们才听明白 什么叫感召呢 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的言语 你自己的作为 你自己的穿戴 都是恶的 都是缺德不道德的 违背自然规律 违背人性的 你就把这些坏人 坏事都感召来 就这么简单的 你说你 你说你跟我们讲这个有什么好处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再怨天尤人了 我领导不好 社会不好 朋友不好 妻子不好 丈夫不好 错了 你不好 你把他赶着来 那坏事为什么来找你呢 坏人为什么来呢 有原因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个女孩子 上海人 是一个做老板的 有钱 找到我了 找到我之后 哭啊 刚刚结婚 他说我的丈夫在外边 是一个花花公子啊 我没想到啊 找很多女人啊 而且他骗我的钱 贪我的这个钱财啊 哎 他说 我想跟他离婚 我准备再找一个更好的 叫哭啊 我就看着他 我说你 再找来的这个丈夫啊 比你现在这个丈夫啊 还要 还要花钱九地 还要伤害你 更严重 比他还差 他说为什么 我怎么那么命苦啊 我说不是你命苦 都是你自己赶着来的 哎 他他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说是赶着什么意思 我说你没学传统文化 你没听我们论坛呢 你不了解啊 哎 我就给他讲 我说你看看 你穿的这个衣服 他一看 他不好意思了 我说你穿的太性感了 就跟没穿一样啊 我说 我说你想想 啊 我说你想想 哪一个正经人会娶你呢 我说了这个话之后 他不好意思了 哎 我说谁谁娶个太太 不是要不是要过日子 是不是 哎 所以说 我们大家才知道 灾难都有根源啊 你的丈夫为什么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丈夫为什么骗你啊 你赶着来的吗 为什么赶着来 你看看你穿戴 你会穿衣服吗 你为什么会穿成这样 你的心坏了 你不懂得怎么做人了吗 你不懂得自然规律了吗 我说你看看 你手上戴的这个表多少钱 我问他 我说多少钱 他跟我不好意思 他说这个25万 我对呀 我说这么贵的表25万 我过去 我在电视台 我见过这些东西吗 我说你看 他不想占你便宜的 他都想偷啊 这个在古代 古人交给我们 四个字 自然规律啊 自然规律叫什么呢 叫会饮会道 我们常常讲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说全了 叫漫藏会道 也容会饮呢 什么意思呢 漫藏会道 就是家里值钱的东西啊 不把它藏起来 把它漫不经心放在外边 会这个字啊 就是 交给别人 准准教会 那个会 道是偷道 漫藏会道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们都这样 你看 这手上啊 他是没有六个手指头 要不然他能戴六个戒指啊 那能值钱的 全都戴上名牌 全都把它扛出来了 开着宝马 是到处炫耀啊 这个怎么样呢 古人告诉我们 漫藏 就你把这个值钱的都挂出来啊 炫耀啊 你就是在交给别人来偷盗 你来占我的便宜来偷盗吧 所以那些盗贼 那些欺骗你的人怎么来的 你赶招来的 你不会做人了吗 你不懂得人跟人相处的自然规律了吗 你把这个自然规律给破坏了 破坏了之后你灾难就来了 我见到一个农民工啊 这农民工也是喝酒喝糊涂了 喜欢炫耀吗 今天人都是讲名牌 炫耀他也学啊 我最近又来了一万块钱 人家还债 给我还了一万块钱 我又有钱了 喝酒 他就是个农民啊 就是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啊 我亲眼看到他啊 他啊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边上饭桌的 三个小伙子听见了 晚上敲他们家门去了 一开门拿着刀进来了 说你把那一万块钱拿出来 哎呦 他说他是我是吹牛的 那不对 你肯定是不给 真没有 手起刀落啊 手指都掉了 砍掉了 手指了 最后这几个小伙子跑了 跑了之后被警察抓住之后 重判 重刑 后来我就见到这个包工头了 我说你当时为什么舍命不舍财呢 你把他一万块钱给他吗 他说我是吹牛 我没钱呢 各位观众啊 人的灾难 怎么来的 他的手指为什么没了 赶着啊 你你走 你会说话吗 你为什么说相反的话呢 漫藏会道 野荣会吟呢 你看那个女子 把自己打扮得很性感 那让人家一看神魂颠倒 那 哎 野荣啊 会吟呢 就是真正教诲给别人的 哎 你来淫乱我 你来伤害我 哎 交给别人这个呀 所以会吟会道的意思 太深了 你会说话吗 你会看人吗 那你会穿衣服吗 不懂啊 不懂了 你看那个女子啊 三十岁 多年轻 她很有钱呢 我跟各位讲 当时我跟他讲 我说我告诉你 你这个衣服不换 你这个 你这个生活做派不换 你这颗心不换 你这一辈子呀 古人讲那句话 红颜薄命啊 等着害你的男的多了 都是你感召来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 感召啊 灾祸怎么来的 按那个人手指为什么 那灾难怎么来 感召 就这个道理 我们大家仔细来回醒 回想自己一生 你说他是我的小人 他老跟我对着干 所有一切的不幸 都有根源啊 他都有原因啊 你看这些东西 我们完全不了解了 所以有人跟我们讲 我不听你那个 我就相信钱 你说他就相信钱 拿着一百万的存折 真的一个老板 小老板 告诉你啊 这个存折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一百万是真的 现在就是钱的天下 我说好 我说你不是相信钱吗 我告诉你 你那个钱不是你的 他听了之后 他一哆嗦 他说凭什么不是我的 名字都是我的吗 我说你看 古圣仙 先交给我们 每一个人 钱财 就你的钱财啊 五家共有啊 归五家所有 不是你的 他说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说暂时归你保管 他说我怎么那么悲惨呢 我说不光你 人人都这样 这是自然规律 他说你详细讲 头一个 我说你的钱财 是属于 不孝子孙的 啊 此话怎讲呢 你看这儿子回来了 爸爸 给五十万吧 我在外边拿刀砍人了 砍了俩人 你得给我五十万平 把这个事平息了 你得给他吧 哎 过了几年 儿子来了 说爸爸我要结婚了 给五十万吧 你这一百万都是给他攒的 不是你的 你是替他暂时保管 我举一个真的例子 女大学生二十八 毕业了 研究生啊 那个完全不相信什么什么 伦理道德这种 他不知道那是自然规律 一讲他也害怕 他没人给他讲啊 他不相信弟子规这个 不听爸爸妈妈话呀 在南方认识一个小老板 哎 比他大二十六岁 来了之后啊 跟父母说我要跟他结婚 爸爸妈妈独生女啊 白发苍苍 快七十岁了 说你不能嫁给他 咱们不知根知底啊 你怎么能嫁他呢 那不行 我就看他有感觉 对 有感觉吗 好 那么 结婚的第二天 夫妇两个来了 说跟爸妈妈借点钱 干什么呢 做买卖 资金周转 借多少钱呢 有多少借多少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 攒一辈子普通人家呀 哎 哎 一共攒了二十七万 给了他二十六万 拿走了 女婿啦 一家人啦 月底就还嘛 好啊 可以 月底呀 回来了 这个女儿一个人回来了 跟爸爸妈妈说 离婚了 哎 离婚了 那人呢 回南方了 钱呢 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 现在这一家三口 在郊区 借了一套木板房 桌椅板灯 全是借来的 哎 愁苦度日啊 所以各位观众啊 七十岁的老父母啊 攒了一辈子 攒了二十七万 二十六万给人家了 那是真事啊 你的钱财不是你的 是谁 是不孝子孙的 哎 你说 你举手 你说我们家没有不孝子孙 那恭喜你 哎 恭喜你 你的钱财四家共有 哎 少一个 哪四家呢 我们接着给大家讲 第二个 你的钱财啊 归医院的 那个人看着我 他说你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看你 面黄肌瘦 脸色不好 抽烟挺多 酗酒无度 啊 我说你看着 现在要得癌症的 他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说你一检查 真的查出来癌症 做手术 啊 各种疾病 哎 一百多万 把这个钱的 我说你把你的一百万 全部送到了大连市 第二人民医院去了 那个钱不是你的 那医院的 第三 你的钱财是盗贼的 什么叫盗贼 刚才我们讲了 赶招来的 你的亲戚朋友 同事 哎 他就老惦记你的 那个一百万 惦记你的钱 咱们投资吧 到股市吧 最后怎么样 血本乌龟 被人骗走了 你给人家攒钱 盗贼 第三个 第四个 我们讲啊 你是给法院攒钱的 哎 我们很多人呢 做买卖 做到最后 哎 法院一盼 偷税漏税 抓起来之后 双规之后 你的钱财 你的房子 哎 全部充公了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上 那个国美电器 那个黄光玉啊 他资产很多呀 抓起来之后 好像是15个亿 全部没收了 他当初要是听了这个论 他他什么都明白了 你犯法 你就是给法院攒钱啊 哎 为什么呢 你做梦都想不到 你这15个亿 暂时数上你的名字呀 暂时保管 那是给法院攒钱的 给国家攒钱的 不是你的 你看 很年轻啊 15个亿 没收了 不是他的 最后一个 灾难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新闻 灾难很多呀 那房子 大水一来 地震一来 真的 车祸一来 那就那就没了 给灾难攒钱啊 我跟这个人说完了之后 这五种 他听了之后啊 他非常害怕 我说有一个 我说我有个朋友 名人 42岁 癌症去世了 他的葬礼啊 是我主持人 大家在网上还能看得到 我就给各位 很多人我就讲过 他楼上三层 地下一层 好车很多呀 那是是是有钱的 但是 我说第二天下午 两点钟去世 两点钟之前 这些东西全是他的 两点钟一到 他这口气一咽下去 跟各位讲 什么都不是他的了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啊 我就跟那个人讲啊 我说你不学传统文化 你这五样东西 你一个都跑不掉 哎 不孝子孙 疾病 是吧 你这个盗贼 然后什么呢 你自己犯法 胡作非为 最后一个灾难 这一个 这五种你都跑不掉 为什么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会做人了 不懂得人跟自然的关系 人跟人的自然规律了啊 你怎么样 你就是在养贼 哎 养这五贼呀 天天养的他呀 你不会 你不懂教育 你的孩子一定是不孝子孙 你就养第一个贼 你给他攒钱呢 是吧 你不懂得健康 怎么保护这个身体 是吧 哎 你天天吃喝嫖赌 花天酒地 哎 你就是给医院攒钱的 养第二个贼 第三个 你不懂得赶招 你的心不改变 你周围的人来骗你的钱呢 刚才我们讲 会赢会盗啊 第四个 你哎 胡作非为啊 知法犯法啊 什么钱都敢要啊 哎 那你是给法院攒钱养第四个贼 第五个 破坏环境啊 哎 你自己破坏你自己身体的环境 你酗酒啊 你出去车祸啊 哎 种种的灾祸 都是你自己养的 啊 养着五贼啊 所以我们 我就问那个人一句话呀 各位观众也想一想 你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你攒了那么多钱 给谁攒呢 何必呢 我们这个才听明白 哎呀 可不是吗 你说说 钱分两种 一个是极财 一个是凶财 凶财 灾难 灾难分为三种 哪三种 头一个 疾病 疾病是人的灾难呢 第二个 意外的灾祸 那边车祸呀 被人骗 被人偷 被人抢 被人打 种种的这些 啊 意外的灾祸 第三个 夭折你死得早啊 去世很早啊 为什么呢 有原因啊 所以 我们跟大家讲 刀 是自然规律 违背了刀 那 你一定要 接受啊 受到啊 自然规律的惩罚呀 这是真的呀 这是真理呀 大家要不相信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你会吃饭吗 什么叫会吃饭吗 你看看 人呢 在自然界里边 他是属于啊 杂食类 主要是属于食草类 你看我们牙齿是平的 我们的肠子呀 所有食草类的呀 所有动物啊 食草类的肠子很长 他是身长的 十倍不止 脊椎骨的十倍不止 那么食肉类的呢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肠子很短 他吃进去的东西啊 很快就排出去了 是脊椎骨的多少倍呢 三倍 我们大家看到了吧 老虎肠子 老虎肠子 这是我们在黑龙江做论坛的时候 我在老虎基地 我们拍下来的照片 老虎肠子 边上写着科学家证明 是典型的食肉类动物的肠子 很短 他吃东西啊 一天就排出去了 很快 他短嘛 就排出去了 那么食草类的 你像我们人类的肠子很长 十倍 多长时间吃东西才排出去呢 跟各位讲 今天吃下去的东西啊 五天之后才排出去啊 这是自然规律啊 不是谁发明 不是谁创造的 人生下来都这样啊 请问大家 你会吃饭吗 什么意思啊 那里边有自然规律啊 你怎么样呢 你就喜欢吃肉 有了钱了 我们就疯狂享受 忘记了啊 自然规律 忘记了 到了 早晨吃肉 中午吃肉 晚上吃肉 天天吃肉 你吃的这个肉 多长时间排出去呢 五天 你 你今天吃的肉 一个星期之后见了 真的 我们做个实验 把一块肉嚼碎了 放在 三十六度以上的温度下 体内的温度比三十六度要高多了 你就看着它 第二天 不要第二天 头一天就发臭啊 肉就开始臭了 第二天 发毛了 那黄曲 黄曲 黄曲毒素都分泌出来了 第三生 第三天生蛆了 哎 那个蛆都爬出来了 三天啊 大家听了我们的汇报 明白了 哎呀 我是前天吃的肉 现在在我肠子里正在发毛 哎 正在发霉 哎呀 蛆都生出来了 我们给大家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会吃饭吗 你这么吃肉 疯狂的吃肉 错了 你是食草类的 哎 那些毒素都被你的长臂通过血液啊吸收了 它在你的身体里边的循环呢 所以你为什么脸色难看 为什么爱生病啊 你不懂得自然规律了 你会睡觉吗 早晨起来你睡觉了 晚上七点六点五点你起床了 哎 白天 太阳升起来了 这是阳气 这是阳气阳气主动啊 哎 太阳落山了 阴气生出来了 月亮生出来了 这是阴的阴主静啊 人家要上床休息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颠倒的呀 不会吃饭 哎 不会睡觉啊 哎 我们有的观众就要问了 啊 说这个我们今天学的是西方啊 更快更高更强了 这个多来劲的 这个多享受 你就不知道 那个东西啊 给你的代价太高了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 你看我们五千年来 大家想一想世界上四大文明啊 三个文明没有了 已经灭亡了 只有中华文明啊 还存在于世啊 他为什么呢 我们中华文明所讲的 所教的 经典里所记载的 都是自然规律 这个民族啊 他是按照自然规律来生活的 他不过分 什么叫不过分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盘子 看这个盘子 这是个圆的 我打个比方 这是圆的 圆满的 什么叫圆满呢 就像一个球一样 圆球一样 哎 任何一点呢 我们都有 圆满的 要想这个圆球 这是讲几何学啊 这个圆球上任何一点 要想得到 一定从哪里得到呢 从圆心呢 学过几何我们都懂啊 从圆心出发 圆球上任何一个点 我们都能得到 也就是说 所有你想要的 健康 幸福 财富 相好 相貌好 健康 你都能得到 前提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圆一样 你一定要从圆心出发 你都能得到啊 反过来 朝上一点 朝上一点 朝下一点 朝左 朝右 朝前 朝后 那就不是圆心了 一定要保持在正中间 那个正中间呢 就是自然规律啊 你一切按照自然规律来出发 你没有得不到的 所以 我们非常了解 古人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教导 你按照这个做 你没有灾难 所以这种教育 它是人性的教育 是幸福的教育 是和谐的教育啊 这个道德的教育 人性的教育 人伦的教育 人伦就是道德 就是自然规律 你学到了 你就圆圆满满得到了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一定要找到 得到 做到 这个圆心的 这个圆心在正中间 就像四书五经 其中有一部 叫中庸啊 中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偏不倚 你不能不挣钱 也不能钱太多 太疯狂了 那不行 你不能不吃饭 也不能吃太多 它有一个自然规律 自然的速度 你不能破坏它 所以 我们 我们这个国家 有个特点 我们国家的这个名字啊 都是教育人的 你看我们叫中国人 为什么呢 这个国家里生活 这个国度里生活的 所有的人们 他按照啊 这个圆心来生活 按照中道来生活 不上不下 不左不右 不前不后 他保持这个中 这个中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心 就是我们的人性 就是自然规律 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 叫什么呢 叫中国人 这个我们才知道啊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 那个美国记者就问我呀 说你们为什么叫中国人 我是这个意思太深了 你不了解呀 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们 幸福啊 你破坏了这个中 那就完了 中是什么呢 它就是不过分 你那个更快 更高更强了 那个人受不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五千年来 我们中华民族 所有的 你看我们没有跑百米啊 看谁跑得快 我们从来没有比赛过这个呀 看谁跑得快 好像是 好像是小偷才比这个 是吧 警察来了 看谁跑得快 我们中国人不比 我们中国人的运动 是太极拳 但你看我们的 这个 所有的动作 它跟你的心跳 跟你的呼吸 跟你的脉搏 是吻合的呀 所以很多人在这站着看 打太极拳太慢了 太极拳不慢 你的心 你的心太着急了 太极拳不慢了 它符合你的自然规律啊 符合人身体的节奏啊 我们今天 不会运动了 不会穿衣服了 不会什么呢 不会听音乐了 不会说话了 听的都是什么西方音乐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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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这低死口的音乐 你看他心脏受不了啊 黄头发 脸上钉的都是丁 是吧 这个这个 看上去之后 他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呀 我们都不像一个国家的人呐 女孩子在那唱 唠唠叨叨的 像说话一样 我也听不明白 听着听着呀 我都听着他在唱 要不然就算了吧 要不然就算了吧 我在超市里边 我这是去买菜 我这听着 我说这个女孩子在那唱 要不然就算了吧 要不然就算了吧 唱了三分钟 我说你什么就 要不然就算了吧 你是不想活了吗 今天的年轻人呐 就天天就唱这个呀 哎 所以 我们大家才知道啊 你看我们在北京啊 我们住的那个社区 跳楼的很多呀 跳楼的很多呀 为什么呢 他老听这个音乐 要不然就算了吧 要不然就算了 那何不是吗 一吹窗户就下去了吗 那还不就算了 得得 哎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啊 我们这才知道什么呢 在孝经上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一奉一俗 莫善于悦呀 要想改变人心 要想让这个社会风气好 莫善于悦 音乐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那么有的观众啊 给我们就提出来 哎 你快讲一讲 人跟人相处 到底要遵守一个 什么样的自然规律 什么样的真理 现在人跟人不会相处了 不会相处呢 自然规律就要惩罚你了 对呀 你看现在人跟人 他连他都不会笑了 哎 真的 你看到他紧锁眉头 是吧 真的像要债的一样啊 是吧 我在北京住的那个小区啊 那个老阿姨六十多岁 从没紧锁啊 进到电梯里边 我也进去了 我看到他他不认手 都是邻居 其实啊 我学了传统文化了 冲老人家一微笑 一点头 这老人家吓一跳 你 你看这电梯门一关 你冲我笑什么笑 他害怕 我们现在呀 过得多么可怜的生活呀 哎 你这正常人大家见面 温笑 这不是好事吗 他不行 他害怕 恐惧呀 所以说 我们今天才知道啊 哎 人 要想过人的日子 你现在会做人呢 不会做了 你怎么能不痛苦啊 所谓啊 我们常常在台上 给大家讲的餐巾纸的故事 这张餐巾纸就是你的人性 就是你人心 你天天扭着 你天天拧着 痛苦啊 别人看了你痛苦 你自己也痛苦啊 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 跟各位讲 三字经上 头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啊 那 真正记载的全都是真理 自然规律啊 人之初性本善 啊 狗不叫性乃千的 啊 人心都是善良的 纯净纯善的 但是你要不教育他 狗不叫性乃千 他人性就改变了 就扭曲了 哎 他他他他就会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所以说 在中山大学做汇报啊 有一个老总 递给我一个名片 他说呀 哎 你看看 我现在为什么企业管不好 还有一个女校长 也给我们提问 说 哎 为什么 现在 我这个 这个 学生教不好 我说你们都被西化 你们相信西方人了 他说老祖宗讲这个过时了 我说你过时了 我请你看一张照片 前不久 我们在河北省啊 这个拍到的赵州古桥的照片 我非常神往这座桥啊 哎 他被称作神桥 桥梁之王 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 有李春 隋朝的时候的李春建造的 我上中学学过这个课本啊 我我我非常想见一见 这张照片大家看到了 是我在赵州桥拍到的 我亲自拍到的 那么 我站在赵州桥前 我相信啊 得有这个上万吨 他全部是用大石头建造的 非常的宏伟 啊 历经了 一千四百多年 同种的灾难 什么地震啊 水灾啊 洪水啊 他蚊子似不动啊 我非常激动 我说我们老祖宗太伟大了 我再看一看今天的新闻呢 好像是河南哪个城市 那一场大洪水来了之后 我们在报纸上看 哎呀 六十多人从桥上 那个桥一下就被碰碎了 好像是八十年代建的桥 这才二三十年 你看一场大水变成这个了 六十多人遇难啊 再看看赵州桥 一千四百多年 我们老祖宗建的 微然不动 世界桥梁之王 我非常骄傲 我到桥边之后啊 我就去问一个问题 我是做记者的 我就喜欢提问 我问这个导游 我说请问这么大的一座桥 这么宏伟 这么长时间 他种种灾难 他没事 请问 他的地基啊 多深呢 我就很想知道 那得挖多深呢 各位观众你们猜一猜 赵州古桥 世界桥梁之王 他的地基有多深呢 比你们家的孩子啊 还要矮呀 比我面前这张桌子 大家注意看 比这张桌子呀 还要矮 地基多深呢 1.49米 不到1米5 不到1米5啊 各位观众啊 我们老祖宗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啊 100多年来不学传统文化 我们不认得老祖宗了 我们认谁当祖宗了呢 很多很多年轻人 他认西方人当老祖宗了 哎 好可怜 举个例子吧 还是赵州桥 我们参观之前呢 看到赵州桥前面有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上镶着一块奖牌 能看到 那么这个奖牌上写的什么呢 赵州古桥 世界桥梁之王 谁给颁发的呢 大家注意看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要看赵州古桥之前呢 先得看这张这个奖牌 把他摆在前面 导游小姐怎么说的呢 各位游客 这是美国人啊 给咱们西方人 给咱们颁发的奖牌 说咱们这个桥是世界第一 你看看 我当时就给这个导游提了一个问题啊 我说请问 请问 你是不是感觉到很骄傲 对啊 你看美国人都说咱们很伟大呀 我说请问 美国人造的出来这个桥吗 他愣住 他是造不出来 他全世界的 现在全世界科学家 用最先进的器材 最先进的设备 造不出来这样的桥 我说他造的出来 他造不出来 我说第二 赵州桥 可以说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老爷爷呀 美国人多少年呢 美国人两百多年 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呀 我说请问 爷爷是不是很聪明 爷爷是不是很有本事 是不是先要去问一下孙子 孙子呀 你看看我是不是很有智慧啊 很聪明啊 然后孙子点头 对 说爷爷 你是 你很聪明 然后爷爷说 对 你看我很聪明吧 我们多可怜了 现在呀 造得出来瞧的人 去问造不出来瞧的人 说我们是不是很伟大 你给我颁发个奖牌吧 天下一 我们哪有这种道理啊 我们现在糊涂到什么程度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丧失了 对我们自己老祖宗啊 对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先祖的认识啊 我们丧失了对他们的信心了 我们都相信了 相信外国人了 错了 我们一定要忏悔 改呀 让人家 让人家外国人会笑话我们呢 说怎么这些人是这样的 他们你看看 怎么都相信我们 对了 很多你看那孩子 不给我吃麦当劳 不给我吃肯德基 我就不活了 他就不当中国人了 他就要自杀了 有人就讲 说我们相信西方人有什么不好呢 相信西方人很好 你的信仰将来跟他一样了 跟美国人一样了 好了 将来你就把你的孩子全都送到西方 全都送到美国 我们所有的中华大地培养出来的人才 咱们国家养一个大学生 培养一个高端的知识人才 不容易啊 培养出来怎么样呢 他受的是西方价值观 他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他看到这些赵州桥没概念 看到文明古迹 看到古书 四书五经弟子规 没概念 他跟什么有感觉呢 他跟什么有感召 有感应呢 他跟西方 所以我们高端人才全都到那去了 你的孩子全都送到美国去了 不但是这样 我们所有创造的财富 我们的钱财 大量的汇到西方去了 汇到美国去了 你想想 所以刚才任老教授讲 一个国家灭亡 真正战争侵略达不到 什么侵略能够达得到呢 文化的侵略 文化的灭亡 价值观的颠覆 这个民族就没了 我们今天真的呀 要了解 美国有一任总统 李克松总统 我们大家都熟悉 我很喜欢读现代史 现代党史 李克松总统 曾经写过一本书 新华出版社出版 叫什么呢 1999不战而胜 他作为美国的一任总统 他就在里面详细的来分析 我们美国人 怎么才能称王于世界 叫不战而胜 你们将来 其他各个民族国家 都得听我们 你们去看那个书 有啊 新华出版社讲 讲得很详细 其中有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被删减 上面讲什么呢 等到有一天 专门讲中国 东方 等到这些国家的年轻人 不再相信他们的老祖宗了 他们相信我们西方价值观了 吃的东西 穿的东西 全部离不开我们 我们美国人的 所制造的了 到那一天 尼克松总统在书里说 我们美国人 不战而胜了 我们听了这个话 汗毛倒树太可怕了 现在打仗战争 不是用武器啊 你自动的就到那去了 就跟人家叫爷爷去了 叫祖宗去了 这个民族 我们刚才唱国歌 我们听到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你会做中国人吗 你懂吗 我懂中啊 人都不会做了 人怎么做呢 你看地字规里面 讲的非常详细啊 所以那个董事长 就把那个名片递给我 上面写的全都是 他的头衔呢 他很痛苦 我说你为什么很痛苦呢 他说找不到原因 我说你还有一个身份没写 什么身份 我说你仔细想 想半天想不出来 我说我告诉你 儿子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是儿子啊 各位想一想 咱们也把这个问题提给各位观众 你说不会做人 不懂得怎么做人了 首先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个身份是儿子 是女儿啊 那么请问 你会做儿子 会做女儿吗 不会做了 这里边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这里边当然有规律啊 有真理在啊 现在就是没人交 断了一百多年了 古书里面讲的很详细啊 作为子女的 你会跟父母相处吗 怎么相处 人跟人相处 头一个啊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是什么 是这个呀 你看 第一个 我们大家记住了 不会做儿子